大家好,这里是随老号批评书 我们继续扯扯发生在中国的一些特别的荒诞 也是特别搞笑的事情 扯吧扯吧,闲票,关键是没有别的 咱也不反共,咱也不反共,就是投个乐 看看中国这边到底每天都搞什么幺蛾子 小四个人,今天主要是讲一件事 上海这边,我们知道上海这个城市 以前那是亚洲最璀璨的城市 上海是整个东方最洋气的地方 结果现在各种幺蛙子 复旦大选,出各种男人 张维维,书记被一岛给剁了 总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最近又出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 就是在华东师范大学 出了一个姓包的青年老师 青年老师副教授 然后在一次会议上面做了一个主题的发言 说中国的教授,主要是大学教授 说白了,我太了解他们的思路了 大概其次就是说,我们都是高素质的人 有文化,有知识,有高学历 是吧,我们又是大学老师 所以像我们这种杰出人才 这种优秀的种子 是吧,都有男人嘛,都是种子嘛 应该要多娶几个老婆 要建立一种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 就是多配偶的制度 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人又长得帅 这个人长得还真帅 估计睡不完的姑娘啊 完了以后估计上瘾了 然后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是要呼吁党和政府要建立这个多配偶的制度 完了以后就引起全国的哗然 卧槽,居然要娶很多老婆 要给法律上予以确认 这个东西呢,咱要冷静的看待 虽然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么一个新闻爆出来的 据说这个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头两天呢,还有很多人讨论有道理啊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有道理 因为上海这边的一些所谓领导都觉得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的领导或中国的那些领导 只要是我说了,只要是触级以上的领导 个个都是好几个老婆 个个都有私生子,没得商量啊 你千万不要小心心,个个都有 所以他们说,党和政府 习主席现在要号召全国人民干嘛 生第三胎啊,生三个娃 你想想吧,现在有很多人老婆都年纪很大了 是吧,都50岁了,40多岁了 都高龄产妇了,不能生孩子了 那怎样去完成习主席的这个最高指示 那怎样多生几个孩子呢 那只有一个办法嘛,是吧 就是多娶几个老婆嘛 你说一个50岁左右的一个男人 像我这个年纪呢 你再娶个老婆,那肯定要娶个18岁左右的 25岁以下的是不是 生孩子,女人就是在中国男人 研究你生一个机器嘛 那一个不行多生几多娶几个 反正有的是钱,有的是钱 是不是,他是配合这么一个东西来的 响应习主席的号召 多生孩子,生三胎 那高级知识分子呢 就是你多娶几个老婆 天天晚上啊,就轮流来 是吧,大红灯笼高高挂 一个晚上铺吞三个地方四个地方 我就不信整不出几个娃出来 我就不信玩不成习主席布置的最高任务 别说三胎了,六胎七胎都有可能 是不是,那以前的中国的旧社会 旧社会啊,不是说很多个脑头老太 七八十岁脑头子啊,七十多岁了 还娶一个什么17岁的小姑娘 给他伸了一个娃 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李熟童啊,就是写那个叫什么 长亭外古道边的就那个哥们啊 他的爹就是72岁的时候 就看上了17岁的姑娘 完了以后就就是深深的就爱上他了 就非得把人家娶进来 最后好歹就娶进来了 然后就天天就日夜耕种 最后终于耕种出一个李熟童 哎,这个故事真是富人家 富辱皆知啊,是不是 这个应该要重新让这种故事发扬光大 你说李熟童这个人 又是当时上海的最牛逼的青年才俊 文笔好,人又帅,又懂音乐 又会填词,家里又多精 你说这个人多好的生活 是不是,应该多娶几个老婆 结果李熟童呢,娶了老婆 到时候真的生了几个孩子 结果他出家了 后来成为了一个一代民僧 是吧,这是后话咱就不说了 所以这个知识分子 他之所以提这个建议 他有很多个想法 第一,响应习主席的号召 第二,多生孩子为国家做贡献 第三,像米厨同学 多娶几个老婆 哎,这样过好日子 是不是 一开始出来以后 很多人觉得有道理 是吧,这是全国一盘棋 你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各个都娶两三个老婆 那中国的人口收支一下上去了 所以很多个在大学内的知识分子 听到这样的建议 欢迎新鼓舞 觉得这个人肯定要受到习主席的接见 习主席肯定夸他 你牛逼啊,想法不错 是不是 知识分子又有文化 身体又帮棒 完了以后又多娶几个老婆 多生孩子 那国家何仇不伟大呢 是不是 关键是习近平 他自己生了好多孩子 是一堆的私孙子 然后他可以名正言顺的 把所有的私孙子都接到中南海 让习,让彭妈妈 能够当,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建一个学校 叫习近平大学 全是他的私孙子 做他的大学 各个都是博士 是不是 不用上学 天天打炮生孩子 完了以后又清华校长 给他们办一个什么什么 兼职习近平大学的校长 完了以后再给他一个 每个人给一个博士学 你多好啊 是不是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挺靠谱 结果没想到 真是叫做 行事是激转之下 为什么呢 突然这个华东师范大学 校方谴责这个 那个谁 这个所谓的包老师 说话不负责任 伤害了学校的这个什么民生 要严查 要停职反省 哎呦完了 惹出麻烦了 没想到这么好的和你华的建议 被当众打脸 然后完了以后很快 说这个什么上海这边也表态了 为什么呢 说上海这边说是个不像话 那华东师范大学是什么学校啊 那是中国的民营校啊 那说起华东师范大学有的意思 华东师范大学 那是以前的中国最流差的一个 一个教会大学 叫圣约翰大学 是美国的一些个传教士啊 帮助中国建立的这么一个一流的大学 当时有什么教国学 教西学 还教神学 好得不得了的一个学校 后来共产党狗糙毛 是不是上了以后把这个把这个末世也赶走了 把神学院也撤了 然后就办了一个是华东师范大 华东华东师范大学 对 哎呦不得了的事情啊 这个圣约翰大学 这是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我跟你说啊 圣约翰大学出了很多个流差的人物啊 你知道吗 就是知名校友啊 比如说宋子文 这顾伟军外交家宋子文 当过这个民国的总理啊 然后林宇棠 你看到没有啊 林玉堂 然后大文豪什么 荣一人啊 大生一人 什么大老板 做过中国国家的这个副主席 是吧 然后那个周桃坟 周桃坟 你看到没有 在上海三店书店 叫桃坟三店书店 我跟你说啊 是他老人家办的啊 你看到没有 周有光 周有光是什么人啊 大人物 100个岁才去世啊 一直保有良好的一个价值观 汉语拼音啊 据说就是他搞起来的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牛 牛叉的人物啊 比如说宋子娘 金书萍 金书萍也做过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啊 你看到没有啊 很多这样的人物 当然里面也有也有些个难人的啊 你比如说有一个丁光逊啊 这是中国这个基督教两基督教天主教的两会的这个负责人啊 是一个是一个犹大啊 就是这种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啊 也是这个啊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啊 叫贝玉明啊 有些人知道这个人吧 著名的什么 美国人 华裔的美国的这个什么 著名的建筑师 你知道吗 1983年的普利策了 普利自可奖的得主啊 被誉为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的大师 你知道吗 哎 这也是这个圣约翰大学的校友 你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你说你秒闭吧 说这个 说这个事出来以后啊 就是有如校门啊 是吧 完了以后就是上海这边发脾气了 然后就请示这个王沪宁啊 那王沪宁啊 王沪宁就问江泽民 说江泽民 江老人老人家啊 总老书记啊 你是这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 当时上海的大学有几所著名的大学啊 一个就是圣约翰大学 一个就是这个江呢 这个江泽民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 都是1.1的学校 那比今天的北大清华 不知道好哪儿去了啊 所以说就现在华东师范 来出这样的丑闻 那江总书记 总书记怎么看呢 结果江总书记就呵呵一笑 年轻人嘛 言论自由啦 啊 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年轻人身体好嘛 让他们多娶几个老婆没关系 说江泽民挺羡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想娶宋祖英 但是呢 碍于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这么一个格局啊 不敢把 宋祖英大大方方的这个 八台大叫啊 红红火火的曲纸们 一直是人生遗憾也 所以这个江泽民就特别羡慕 也没说什么 王沪宁心里这个老色鬼 这还行啊 你这个有如校风啊 是不是 现在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不能搞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王沪宁呢 就只是这个什么 上海这个市委市政府 要对这个事情继续研查 要追查 完了以后这个上海这边的人 一听喝喝笑 你王沪宁 你娶了好几个老婆 是不是 你不就是这个是多配偶制吗 你骂人家干嘛呀 就拖着不办 你知道吗 就顶了一下 你知道上海这边的人呢 其实是看不起王沪宁的 因为王沪宁在上海的时候 就是一个普通老师嘛 复旦大学的一个老师嘛 是不是 他看不上啊 因为上海这边的人呢 他还是有一些 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的 他们有那种传统的习惯的 啊 那种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 觉得我呀 都是就像上海人看外地人 都是什么啊 都是外地人 都是乡下人 你知道吗 他他们自己觉得自己 都是从租界出来的 都是以 都是以这个叫成年啊 见过大市面的 十里洋场上海他们的这个 什么西装革女的人物 他们根本看不起 有王沪宁这种土别 你知道吧 哎呀 所以也脱了不败 就王沪宁就不高兴嘛 就是把这个事情呢 就就就就就就 就汇报给这个习近平啊 这个北京的圈里面 就在这边都在说这个事情 习近平今天就非常的挫火 这种事情 一个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人娶几个老婆 这种事情 那是要有身份的人才有的 像我他妈这种人 我娶一百个老婆 一千个老婆都没问题 过去的皇帝 都有三千个老婆是不是 那你一个大学的老师 是凭什么要娶几个老婆的 你养的活嘛 就你在这破钱是不是 你垫了垫了你的收入 哎所以很不高兴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香港的事情之所以搞成这儿 样啊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习包子养了一堆的小三 一堆生了一堆的私生子 是不是完了以后出了一本书 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 啊现在呢 就据说有人要要写一本 另外一本书 叫做彭丽媛和他的男人们 哎呦 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现在离给我又捅这个娄子 搞这个妖蛾子 说你要娶几个老婆 那不就是让中国的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不是浮想颜偏吗 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从习近平开始 从彭丽媛开始 女人要多娶 多娶几个男人啊 男人呢 要多娶几个女人 这还成何体统啊 所以细胞子就很不高兴 就是要严惩啊 要严惩 所以这个这个包老师从业 从这个言论的明星啊 从青年才俊 现在变成了这个什么 人润喊打的一个 哎呀可怜的人啊 所以现在民间呢 也在开始笑话他 说你说你包老师 你脑子进水 你书是你读到这个脚趾缝里面前了 你开什么玩笑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行赵呢 你以为你是赵家人呢 是吧 你说人家习近平娶几个老婆 那那是应该三千个老婆 现在太少了 你说人家王沪林娶几个老婆 那是应该的 人家是不是国师是吧 你说人家江泽民啊 你说娶几个老婆 那也是人家的总书记 你说是不是 人家是赵家人 这娶老婆 不娶老婆 多娶几个老婆 这需要身份的 你算哪根葱 你以为你是赵家人 是不是 你还要申请双修 哎 现在这两天在中国国内 又出现什么一个词 双修 其实不叫双修了 叫三修四修五修了 就是娶好的老婆 但是我们知道了 这个东西还是与中国的民情 秩序有关的 你看我刚才就这么 不做任何准备 我就扯了一些 其实每个中国男人都有一个梦想 都多娶几个老婆 我们以前 年轻的时候 二十多岁的时候 像我们这代人就刚好赶上计划生育 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也在一起聊天 就都操 哎呀 我们赶上计划生育 我们只能生一个孩子 完了以后其中有一个 哥们儿不怕有办法什么呢 这个先赚钱啊 要赚很多钱 我们那时候都是一群诗人 你知道吗 要赚钱 赚钱了以后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呢 在一个山里面修一个什么什么 像类似于这个月楼书社 月楼书社啊 或者叫做什么 就就就就就就搞一个一个巨大的一个书院 像当年的朱熹一样的 知道吗 为楚有才嘛 于私为甚 搞这么一个东西 完了以后召集天下的世人 管他们吃 管他们喝 管他们操 完了以后呢 大家一起写诗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在中国的每一个这个名山大川里面呢 找一个什么18岁左右的小姑娘 做自己的老婆 然后呢 一年去跟他们睡一段 睡那么一两个星期 然后让他们给生孩子 但是为什么要找这个名山大川里面呢 从来没出过山门的那个年轻的小姑娘呢 因为他就是没懂不懂事了 他没有不时髦嘛 他就是就是第一是处女 第二是没有太多见识 他就是你让他生孩子也可以了 孩子生下来以后不需要他养啊 给他炼香 让他过日子去 然后把他接到成年了 把孩子养大 你这就是我们当年的所谓的诗人 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中国的每个男人都这个想法 知道吧 治国平天下 先得把自己的下半身给治的舒舒服服了 知道吧 你说这个青年老师 你说三十多岁 青年才俊 包老师 你什么话不好说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你给自己也是麻烦 你说江泽民一辈子人生遗憾 就是没有把宋周英取进门 啊 这是很遗憾 你是王沪林啊 一把年纪的孩子 找90后的小姑娘扑腾 搞得自己腰都闪了 你说是不是还有习近平 你搞那么多女人干嘛 搞多了以后 你结果你把整个香港都糟蹋了 你是千古罪人 你说是不是以后写历史书的时候 人家香港这么好一个地方 为什么到你手上就毁掉了 就是因为你那个玩意儿你管不住啊 是不是 你hold不住自己啊 以后中国人也还要研究彭丽媛 你说你搞这么多男人干嘛 这都是中国人有共同的情节 先发财 然后出名 然后娶很多个老婆 哎就这么一直到死的那一时刻啊 都在扑腾两下 然后再就是这么 呃什么人在花下死 那是做鬼们也风流 这就是中国人的 尤其是中国男人的人生理想 宝老是如此 江泽民如此 王沪林如此 习宝子更是如此 你觉得是不是很好玩 谢谢大家